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绿豆糕 那做绿豆糕呢 需要绿豆沙和红豆沙 红豆沙呢 这需要一点点 你可以用买的 你也可以选择不用 那绿豆沙呢 外面很难买到 我们要自己炒 那我们先从浸泡绿豆开始 我们今天用一包400克的绿豆 洗净后 先泡水 这样能缩短煮的时间 那浸泡的时候呢 就沽好水量 水一般是豆的三倍 那浸泡后呢就这样煮 不要再换水了 长短不润 浸泡几小时后 就先用大火 把它煮开 煮开后 我们把上面一层膜可以捞掉 一缓缓呢 这个绿豆皮都会脱落了 浮上水面 绿豆皮不要捞掉 留着 留着 绿豆好 全身都是宝 待会我可以给大家讲个小故事 我们转小火 我们转小火焖煮 煮到开花 煮到烂 煮半小时左右 豆 豆一定全盖开 煮烂了 看不太见水分了 这个时候呢 你要留意 不要让底焦了 那万一你水放多的话呢 你就开大火 让水分瘦瘦干 否则好 你要花更多的时间炒 关火 待凉后 打成泥 打的时候 尽量打细一点 不用过筛 直接炒可以的 直接倒锅里 大火炒 如果你过筛的话 要过到你一个头 两个大 刚开始的时候 它是糊状 那你煮的时候呢 不能给它煮的太干 一点水都没有的 因为打的时候呢 不好打 而且呢 一点水都没有 它就容易焦 这样呢 大约大火 这样炒个二十分钟 这样 它就会收干了 那为什么说 绿豆身上都是宝呢 绿豆 应该有非常强的排毒作用 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是大约三十年前 中国那时候实行计划生育 我母亲的一个远方亲戚 怀了爱胎 到处躲 结果呢 孩子一块八个月的时候 还是被抓到了 就抓到了当地卫生所 那要感谢那位医生 不知是他故意的呢 还是真的医术差 反正啊 都要感谢 他应该要去找 婴儿的头 结果呢摸错了 摸到了膝盖 以为是头 一针扎上去 扎好就让孕妇回家 那孕妇好一脚跨进门槛 孩子就出生了 幸会家里有老人 有生活经验 马上叫做绿豆水 因为孩子生下来 是活蹦乱跳的 哇哇大哭 就是膝盖好 又红又肿 有头那么大 家人就用绿豆水 给孩子洗 一边洗一边就消肿 退红了 那这个小孩现在健健康康的 以为人母了 绿豆就出了一条人命 说着说着 水分收干很多 那接下来 我们先放半个cup的糖 一个cup的无味素油 那一杯油呢 是最起码的量 所谓现在的健康标准 少油 那再加半杯也不会多 再炒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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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不要放香油 就是麻油 那糖 和油 放枣 放枣 放碗 都没什么讲究的 用大火这样一直翻炒 油都被豆沙吸进去了 然后呢 豆沙会跟着我这样跑 就可以关火了 那关火后呢 凉去以后 它还会变得更固体 成品 成品后的净重 是1,150克不到 待凉后呢 我们就可以压磨了 温温的时候 就可以下手了 绿豆糕 是小月饼的 一半厚度 做25克上下 是最合适的 如果你不放红豆沙 就直接取25克压磨 如果你要放线 就分批 一波一波流水操作 一般 绿豆沙用10克 红豆馅用5克 在这个上下 自己调节 家里有秤是最好 没有秤的话 就做一个成品试试 觉得对眼了 就按样品做版本 10克的绿豆沙分一波 5克的红豆沙 也相应的分一波 然后最简单方便的方法 把它一分二 顺手呢 压扁平一些 红豆沙就放中间 另一半也压扁一些 盖上 上下合拢 就这样 待会一起压磨 那包好的豆沙 位置稍微放宽松一点 模具有一个花纹面 朝外 放进去 扣上 模具套上 手安老 固定 不能动 就这样 一安一个 洗身的时候 它还粘着 那你事先呢 就要准备一个 可以密封的容器 直接就这样挤上去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